為了鼓勵孩子培養閱讀習慣 華蓮縣四維高中 除了赤資200多萬元 打造全新的閱覽室 這次也和全國知名連鎖品牌 純品書店合作舉辦了書展 設計出摸獎、手作等活動 讓同學們究竟在學校 就可以有逛書店的感覺 舒適的閱覽空間 搭配情樓音樂 桌上陳列出學生最愛的小說、漫畫 以及各類工具書等等 華蓮縣四維高中 赤資200多萬元 打造全新閱覽室 月月格 這次也與全國知名連鎖品牌 成品書店合作辦理書展 將最新的暢銷書籍 文具百事 統統辦進校園 滿足學生的購書需求 這書都有滿齊全的 然後就是大家 我喜歡的類型就是都有 語文類就是像這本 有比較多的選擇可以看 音樂然後還有這裡 其實滿舒服 所以學校在每學期的時候 都會辦了一個書展 那希望他們從讀好書做起 然後才來去落實 從好心做好事跟說好話 為了鼓勵學生閱讀 是為高中發揮創意 搭配節慶活動 只要走進閱覽室 就能獲得抽獎機會 最大獎有500元 和1000元的消費禮券 學生笑得開心 有的抽到椰蛋餅乾 有的折士 明年再來 對我來講就是可能閱讀沒有辦法 在短時間之內有什麼樣子的 太大的成效 那因為閱讀是要靠累積的嘛 所以我就希望他們可以透過就是閱讀 可以培養一下自己內在的力量 市委高中校長蔡宗和表示 品格修養與閱讀是相輔相成的 學校希望透過辦理三好書展 來推廣全校師生閱讀 打開視野 豐富學子的心靈生活 營造全校讀書氛圍 鼓勵學生讀好書 提升知識 擴大視野 記者徐立晴華聯市報導